观众朋友 观众全球热点 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人民日报7月31日划分了新黑五类 称这五类人干扰了中国的崛起 那么同时的话并将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 遭到了网友的一片炮轰 外媒指这是赤裸裸的纳粹思维文革的再现 那么有评论指出所谓的新黑五类的话 正代表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价值 也将带领中国走向公平正义与财富 那么究竟所谓的新黑五类指的是哪一些人 为什么中共的士气是眼中钉肉中刺 那么新老黑五类之间究竟有何一同 新黑五类又将如何改变中国 围绕着这一系列的相关话题 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展开讨论 那么在讨论之前 首先请大家观看一个背景短片 7月31号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题为 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5至10年的评论文章 其中写道 中国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中国周边局势 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 未来3至5年 美国将利用非军事手段 制缓或者干扰中国崛起的进程 文章声称 美国将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 以维权律师 地下宗教 意见人士 网络领袖 弱视群体为核心 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渗透中国基层 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以前这5类人群对中共来说只是灰色的群体 今天中共把他们打成了黑色或敌外势力 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 大陆维权律师唐金林也指出 中共玩弄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欺骗手法早已破产 这反映了中共当局目前的一种态度 可能想借18大对民间进一步的镇压 中共一直在政治运动当中都是通过选定一些敌人 选定一些对手来打击这些人 恐吓其他群体 让其他人能够干预被奴役 这是他一贯的政治运作手法 如果说是放在前几年 向中国去玩弄说美国敌人论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还会有很多的网民都会信他 但是像今天来讲网民根本不会信了 另外唐金林还表示 中共目前外忧内患 局势空前紧张 因此想通过把矛盾推给美国的手段 来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 唐金林指出 在最近几年的社会发展当中 官僚自身的腐败和他们的私利 绑架了国家利益 导致了内政外交的腐败 促成了中共提到的这五类群体的不断壮大 人民日报新黑五类的说法被网民嘲讽 总有一款适合你 除了官员人人中枪 还有网民指责 这黑五类牵的够可以 闭着眼睛施暴都不会打错 陈又苗指出 一个政权不能保护弱势群体 还要把弱势群体当作阶级敌人 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以报制报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 我们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新黑五类如何改变中国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skype语音或文字 与我们互动 skype的ID是rdhd2008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播899-116-0297 新唐人三大频道 国际频道 中国频道和亚太频道 通过卫星和各地的有线或无线电视 向全世界播出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 及时的收看 收看的网址是www.ntdtv.com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及时的收看 而无需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下载方式是 一种是可以通过动态网 或者是无界网 登陆到ippotv.com 下载该软件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 您可以通过海外的电子邮箱 往ippotv2011 atgmail.com 发送一封邮件 该邮件的标题是1234 您就可以收到最新版的爱博电视 同时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通过拨打北美的电话 来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该电话号码是832-551-5015 如果您有在海外的iPad 或者是iPhone 或者是Android的手机 或平板电脑的话 您可以下载intd 来及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嘉宾 是大家所熟知的 时事评论员恒和先生 恒和先生刚才我们已经看了片子 我们今天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 不久前发表的 新黑五类的这样一个 被网友称为这样一个概念 您能否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 大概介绍的一个内容 同时您对这篇文章的 一个总体感觉是什么 这篇文章其实它是一个 研究美国问题的一个 所谓学者 他写的一篇文章 但是它是登在人民日报的 海外版上的 那么这篇文章总体来说的话 是说中国在经济上崛起 成为一个大国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当中 会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美国怎么样来对待中国的崛起 因此他 当然他也谈到了中国崛起 主要的问题可能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但是他这里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美国会利用中国内部的一些人 来达到他的目的 那么就列举了 其实大家不会去注意 他谈的那些东西 因为这些都是老掉虫谈 没有人会觉得 其他内容有值得谈讨论的内容 但大家很快就注意到 他就认为美国可以可能会用来阻碍 中国崛起的这些团体或者是人群 他列了五个 那么这五个一列出来以后 大家就觉得就炸了锅了 因为这五个团体 其实你去仔细看一下的话 他并不是传统的中共的敌人 他也不是跟西方密切 非常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团体 这些团体完完全全是在中国 而且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 土生土长的这么一些团体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维权律师 这个地下宗教 还有就是异见人士 还有网络领袖 还有就是弱势群体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的 而且他就把这些就去责怪美国去 那我就想起来这个做法呢 非常像一种冷战时期的思维 就是说他一定要把中国的很多问题 要把它推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去 那这次直接了当就是推到美国身上去 另外呢 就即使这些人并不是 美国第一 美国没有一个什么计划 完整的计划 他这个这种想法就是 完全是冷战思维了 就是美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要阻止中国崛起 然后呢这些人呢 就是帮助美国实现这些计划的工具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把所有他自己的问题 都推到美国 或者是他认为和美国勾结的国内的力量 用这种方式呢 来摆脱自己是这个矛盾的中心的 这么一个地位 那其实正像您刚才讲的 这个他提出这个五类人 那么网友呢 把它称为这个黑五类的话呢 其实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 在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外媒 这个海外媒体上引起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详细的分析 这五类人的时候的话呢 我想还想请您分析一下 就这篇文章的话 我们知道他的作者 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美国所的这个所长袁鹏 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 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态度和意见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看 就这个人 他是这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个专家 那么这个研究院呢 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所说的 是归安全部管的 所以呢 他是属于 既属于情报机构 也属于智囊 所以他是中共最高层的智囊 也就是说 他的观点代表了决策层相当程度的观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发表的地方是人民日报 而人民日报 我们知道是中共中央机关报 像这种重头的评论文章 他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代表中共中央的观点的 第三方面呢 可以看来就是 对于这一批人的打压 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 而是实实在在 就是过去这几年当中 中共在实际贯彻的政策 因此你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就这篇文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 确实反映了决策层当中 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想法 和一部分人正在实行的政策 那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他所具体指的这个五类人 这是新黑五类 那么作为榜首的就是这个维权律师 那么维权律师为什么会成为 被中共看成了一个潜在的一个敌人呢 我觉得维权律师这个 他最大的特征呢 是他是通过法律来维护一部分人的权利的 就是来保护一部分人权利 那么这个这里就有几个问题了 第一呢是他辩护的是什么人 说维权维权嘛 就是维护一部分人的权利 那么这部分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被剥夺了 而且他们没有其他任何途径去 找回他的保护他的权利 或者是捍卫他的权利 因此呢就通过律师这条途径 那么律师途径呢 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社会 一个正常的社会 是一个解决社会矛盾 最普遍的大家走的这条路 人家是没有什么上访办啊 性访办的 那人家就是打官司 所以律师这条路呢 通过律师去打官司来争取权利 那么再仔细看一下 这些律师他们所打官司的 就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维权律师群体 这个群体的形成是怎么样的 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就在中国呢 它这个法律啊不是独立的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不是独立的 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叫公检法 那么有一个政法委呢 就把公检法联合起来 叫公检法联合办案 这样的话呢 就把一个原来法律机构 办就是调查和立案的人 然后呢起诉的人 还有呢就是判刑的人 就是那个审理案子的人 把它变成一家了 本来这些是在一个司法机构当中的 不同的方面 而且他们互相之间利益是有冲突的 现在就变成一家人了 联合办案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打官司的时候 他不是官方的人 或者他跟官方打官司 或者跟有权势的人打官司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公检法三方都是面对他的 都被管过去了 对不对 都被同一家人管去了 因此他这时候 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找律师 因为律师呢 他的职业决定了 他应该是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替这个当事人说话的 不管这个当事人是原告还是被告 而是面对了整个司法系统的 所以他这个职业特征决定了 就很多人会去找律师来帮忙 所以这个律师呢 在接过这个案子以后 他面临的问题是接还是不接 那么在中国呢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就是律师这个行业 也被管起来了 就是律师是归律协管 律师协会呢 又是归司法局 司法听司法 司法不管 那么这样的话 律师是将在行政上 是归到同一边去的 好 好 那个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 我们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新黑五类 究竟如何改变中国 我们先进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新黑五类 究竟如何改变中国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继续请横河 坚持刚才的分析 好 在中国呢 这个司法机构像公检法吧 它都是拿工资的 因此他们自然的就把自己 看成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是政府的一部分 或者是党的一部分 而律师呢是自由职业 相对来说是自由职业 所以他们呢 就很容易的把自己当成是 他们的雇主 为自己雇主 而雇主呢 就是请他们的那些顾客嘛 对吧 请他们的这些人 当事人 所以呢 他们就会 就有一部分人呢 就会接这些案子 接这些案子呢 这个接案子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发现 他 法律是站在他一边的 是站在这些弱势群体这一边的 他可以通过法律 来为他们做辩护 因此呢 慢慢慢慢的呢 就形成了一部分人 只有一部分人 因为不是所有的律师 都敢去打这种官司 除了这个 这个打官司的对象啊 就是人权官司打官司对象 往往是有权势的人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中共当局呢 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他还不是法律 就是政策和内部的规定 来限制人们 跟政府打官司 限制帮助这些人 因此呢 要去帮他 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不是所有的律师 都敢去帮 或者都能够去帮 只有一部分 于是这部分人呢 就显得突出出来了 因为他们在法庭上一辩论 那些所有的什么公安啊 法院啊 检察院的法官啊什么 都讲不错话来了 那么这下子呢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这些维权律师呢 就显得非常突出 因此呢 我觉得是 就是这一部分人 因为他特别容易通过 法律的手段 来让大家看到 违法的是中共当局 那么在中国的 法律体系里面呢 实际上现在 真正在维护法律尊严的 恰恰是维权律师这部分人 而司法系统 其他的部分呢 全都是站在 破坏法律这一边的 好的 那我们先接下 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你好 你们大家好 你好 这个一看就看得出来嘛 他这个 这个叫 叫 叫 案批 其实 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批福景涛 为什么呢 福景涛他爸爸是做 做茶叶生意的 在文化 根本他们都是 像那个 朱永基啊 福景涛啊 文家宝这些人 都是喝五类 在毛泽东时期 他们那个时候还小 都是喝五类 所以 今天 在大陆上也好 在海外也好 有很多人 到现在 还是支持薄熙来 有很大一部分的 薄熙来 所以 从毛泽东到现在 有很多人 只有 只有邓小平 没有反美 从毛泽东到现在 胡锦涛 多多少少 很多人 一起到反美 他们就高兴 你看我们大家都 看得很清楚 真正欺负中国人的是 第一 第一 第一人 是俄国 是苏联 苏联占那么多土地 占了几十个 台湾那么大的土地 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日本人也占了土地 美国一直没有占东国 一分土地都没有 他一天当晚就是要批美国 从毛泽东说要批 一直批到现在 一讲美国了 他们尽头就来了 如果 如果要 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傅锦涛 你们这一帮人 你们根本就不是共产党 你们是挂羊头 卖狗 我现在就是 写这个文章 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要起来造反 就是想尽办法 要把福建头那一席人马 给他赶走 OK 好 谢谢王先生 那我们请恒河先生回应一下 那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与我们相关的 结合着王先生的问题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今天谈到 这个黑五类的话 其实设计的人选 刚才说的 这个老一辈 他是老的黑五类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 这个老的黑五类 有的网友就在说 我爸爸 我父亲 他就是黑五类 现在我又变成黑五类 就现在这个打击的面 现在目前 他确定这个五类人的话 究竟有多大的一个范围 受到影响 哪些人 多少人会归到 这个黑五类里面 这个范围其实非常广 你只要一个一个分析 就很清楚 就是说特别是两大部分 占的人口比例非常非常大 一个是第二个 就是叫做地下宗教 那么地下宗教呢 它的这个估计的人数呢 一般都是在上亿 就是说把各种不同宗教 而不到中国官方的宗教团体去的 那些加起来的话 很多都是几千万或者上亿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弱势群体 因为弱势群体 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定义 但是呢 就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往往是一些就是没有得意的 或者是受害的 这些人是在弱势群体 那么每个人呢 在不同的情况下 不同的阶段 或者不同特定情况下 他可以是弱势群体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不是弱势群体 所以要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呢 弱势群体也至少要占几亿人 占几亿人 那你就包括曾经这个北大有一个教授 曾经计算过的 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它实际上是一个倒梯之形的 有10%左右的人是得意的 其他有90%左右的人是不得意的 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 或者甚至是比以前更不如的 那么要是按这个比例算的话 那么这90%当中 当然有一部分呢 是属于能够维持的 或者中产阶级 那么至少呢 也得有个50%左右 如果说最低估计的话 那么弱势群体加地下教会 地下宗教加在一起的话呢 可能就得有这么大 那么其他的一些呢 人数就非常难估计 因为你说异见人士 有不同意见的 那怎么可能13亿人 都同意异见的 有不同意见 但是你只要说出来了 中共认为你是威胁 你就可能是威胁 因为这个比例 其实也是很大的 所以呢 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呢 这五类人应该包括人口的大多数 所以网友呢 他们发表了一些评论 比如说他说 除了这个新权贵外 其余皆是黑五类 而且刚才我们片子中呢 也提到了一个网友说的 就是说除了官员的话呢 人人会中枪 好那我们再反过来 再谈刚才这个 这个所谓的 被中共化为黑五类之首的 这个人权律师 刚才您介绍了一下 这个为什么中共 视这个维权律师呢 为眼中钉肉中刺 那么究竟我们再问一下 这个维权律师 他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他有一个发展的 什么样的阶段 刚才我看那个短片里面 也讲到了 就说在2003年之前 人维权律师很少 其实早期呢 不叫维权律师 实际上叫人权律师 那么这个呢 郭国庭律师 就是现在在加拿大的 他呢曾经介绍过 中国人权律师的发展状况 他说在2003年之前呢 实际上中国有12万的律师 其中呢 能被叫做人权律师的 只有两个人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准确 因为很多人也接过人权 这个跟人权有关的案子 只是说不出名而已 因为你看高知诚律师 就不在他说的两个人中间 但是高知诚律师在2003年以前 已经接过很多很多人权案子了 所以呢 但是可以肯定人数非常少 而这两个人呢 据郭国庭律师介绍 在十多年的律师生涯当中 没有打赢过一场人权官司 然后呢 到了2003年以后呢 就忽然之间人数增加了 他说一共有十个 就第二阶段 有十个人权律师 那么这十个人权律师呢 后来全军覆没 在两年之内 有四个被判刑 三个被判刑 两个被劳教 四个人被刑事拘留过 这样的话呢 在两年以后 这十个人权律师 就没有一个还在职业的 还在继续从事律师工作的 那么包括郭国庭律师本人 也是这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他是逃到加拿大去了 那么这批人当中呢 很多都是替法轮功学员 或者其他的弱势群体 打官司的 像郭国庭律师 他就是因为接了 他原来是一个 很著名的海市律师 后来就是因为 接了法轮功的几个案子以后 就被当局开始迫害 所以他后来在抓到他之前 他跑到加拿大来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主要是指2004年年底以后 高知生律师给这个中央 不是写了三封这个公开信吗 最高领导公开信 那么这时候呢 到了2006年的时候 有六个律师替法轮功学员 王博一家进行辩护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呢 就变成了一个运动 很多很多弱势群体 这时候拆迁啊 真谛啊 受害者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人呢 就很多律师就开始 接这些案子 因此呢 形成了一个运动 就不像以前那样子 单打独斗的 就是一个人我接了案子 我就算是算是了 那么这时候呢 就形成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运动 这个运动呢 当时就叫做维权运动 所以这时候的律师 这些律师开始 被叫做维权律师 大概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好的那我们再接一下 观众朋友的电话 马里兰州的赖先生 赖先生您好 我讲吗 赖先生您好 您请讲 好 那我的观众朋友的心 还有无类啊 这个表示啊 对高层啊 那个福... 温家宝 福建涛的改革派 跟那个... 中山明的派人啊 在... 使用传递 现在意思就是要是啊 那个... 这个福建涛来啊 他一派可能会... 这个... 重新讲座 这个新海武类 主要是... 为了他们党内的斗争啊 这一派... 中山明这一派啊 会起来的 这个是... 大概你们也要从这方面去讨论讨论啊 谢谢 嗯好的 谢谢赖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加州的丁先生 丁先生您好 你好 喂 丁先生您好 喂 嗯 既然主播您好啊 你好 还有恒河主播您好啊 你好 今天是农历6月19号 在文革期间 有很多旧黑武类 四人帮垮台后 他们有的获得平反 有的永久失踪 去世了啊 现在的新武类 如今... 可能也要下大狱 登大狱啊 有的运气好一点的 在不久的将来 也可以获得平反 获得平反以后啊 像... 他人一般 也一样可以将中国的未来改造得很好 很民主 很自由 啊 所以说 可是在1949年到1976年中间 中国大陆有八千万人 非自然死亡 这也是不真的事实啊 国际人权记录里面都已经写得好好的 谁也赖不掉 对不对 八千万大陆同胞就这样白白的走掉了啊 非自然死亡 对不对啊 OK 这笔 这笔糊涂账 到时候该怎么解决呢 对 以后啊 再说 所以想开点吧 繁荣昌生的好日子 离赛男性女好的大陆同胞 嗯 好的 谢谢丁先生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心灰无泪 究竟如何改变中国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新黑五类如何改变中国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再继续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吉林的丽先生 丽先生你好 吉林的丽先生 所谓的心灰无泪 都是卖国的案件是吧 第一次反对中共 在中国中共 反正中共就是卖国的 好像是说中共是卖国的是吧 OK 好 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大陆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王先生你好 你好 您好您先讲 我现在感觉中国政权 现在离中国老百姓是越来越远了 尤其是在很敏感的时期 或者很敏感的这种词语方面 简直是无所护迹了 从那个新黑五类上面看 他们就是公开的可以说是公开的与这个新生的这些所谓他们划分的这些人物公开的为题 所以说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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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可能是要 步步步步的走入这种越来越恐慌的状态 就像今天的叙利亚一样 估计应该是越来越走向这种不稳定的动荡的状态 这也就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好的 谢谢大陆的王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加州的包女士 包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横海先生好 人家说是文官不爱财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怕死 才是个好国家 那中共现在文官都在乱 武官都怕死 公安变成公害 好不容易有一股清流 有一些本的职业道德 去为人民服务的人出来 替大家讲话 中共还要去打压他 还要给他扣帽子 那你要这些律师怎么活呢 其他老百姓怎么活呢 那明星的相背 真的是非常清楚嘛 你看叙利亚就是很好的 例子啊 你如果不听老百姓的 你什么都跟老百姓做对的话 你没有办法 共产党那惨 底下那个声都不见了 他怎么活 没有办法活的了 所以你说 这些人他怎么样 如何改变中国 就看中国的老百姓 怎么决定了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包女士 我们再接一位加州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您请您 先暂时关闭电视机 通过电话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请讲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OK 你们好 我就说中共的黑五类 它是指哪一种哪一种五类 它有没有分析出来的 没有啊 但是我就觉得 陶鲜第一个先生讲的 它有一些很对 就是说 真正威胁中共呢 是俄罗斯 它因为占领了很多的中国的土地嘛 美国真的是打没有 抗战的时候 美国和中国 帮助的中国很多 特别是那个恢复黑影队嘛 到中国帮助中国 从经营收到沉重的抗击的时候 美国就省出运手 支持中国的空中嘛 所以说 我们中国和美国应该要好好相处 但是美国现在有一种心态 就是说 它最怕有一个冒险国家比它强大 它如果把中国压倒之后 第二个会不会是印度呢 如果中共真的奔派的话 那么世界是 如果再按照这个情况的话讲 那么世界就云无云日 因为美国 它是的 对中国很好 但是它的思维有一点错误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它就是怕人家爬过头它 好的 谢谢吴先生 那么我们也谈到了 美国在背后之间的作用 其实我们也要讲到这一点 那么究竟呢 老百姓呢 也在说 这个究竟中共化这个新的黑五类 它是在与谁为敌 那么又谁与这些人为朋友 那么我们在最后再接一个观众朋友电话呢 我们再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呢 进集中的回应 加州的丁先生 丁先生你好 既然好 恒河好 我再讲最后一句 我刚才说那个 我说好日子啊 离包括大陆同胞在内的好的中国人不远了 我就讲这个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丁先生 那么请这个恒河呢 集中的对观众朋友 刚才刚才提出很多的问题 不同方面 几类 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回应一下吉林丽先生的 他说呢 就是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他说的是这句话 但是问题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 正好是中共把一大批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 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部分 这篇文章里面 把他们打成了敌人 把他们当做了敌人 所以不是说有人在要把中共当成敌人 而是中共把人民当成敌人 刚才好几位嘉宾实际上讨论的时候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加州吴先生谈到的这个美国是朋友 但是美国 他认为美国确实是害怕有一个强国压过他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国际上 他曾经有过几次一个新兴的国家 在经济上非常非常强大 像日本就曾经过有一段时间 对不对 但是日本是跟美国它是同样的社会制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他只是说在经济上的竞争而已 并没有存在一个害怕的问题 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假设一下 就说如果当时这个中华民国还在大陆 中华民国后来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没有离开的话 美国只会把它当成经济竞争的对象 绝对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潜在的对手 潜在的一个这么严重的危险 是因为这个中华民国他的社会制度 他不会对民主制度民主社会造成威胁 所以呢 实际上美国值得担心的并不是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中国 而是一个带着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 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 这才是美国最应该担心的事情 而且美国如果真正担心的话是担心这一部分 因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以后 这个整个社会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 他发展是有他自己的规律的 这个你只是作为一种竞争 普通的这个经济竞争而已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里呢还有一谈到就是说 这个黑五类的问题 那么其实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他那个黑五类不是他叫黑五类 他是说美国利用这五类人 因此这五类人呢马上网民就说了 这是一个新的黑五类 所以新的黑五类呢是相对于旧的黑五类来说的 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黑五类 所以才会有这个用新黑五类来做一个讽刺 实际上是对中共的一个讽刺 那您能否就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个旧的这个这个黑五类究竟代表了哪些人 当时呢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命运 那我们也可以折射出现在面对新的黑五类 也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旧的黑五类呢它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四类分子 就是地富反坏 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那么地主呢实际上是中共是无产阶级革命 那个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嘛 所以他把他要摧毁一切旧的旧社会的制度 要摧毁一切现有人类社会的结构 因此呢所有被他称为剥削阶级的人都是消灭的对象 所以地主就变成了消灭的对象 在土地改革的时候 50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 这个剑桥中国史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 估计是杀了100万到200万地主 而新华年先生估计呢是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 所以他是肉体消灭然后把财产全部没收 没有消灭的呢就世世代代受压迫 这是地主的情况 就是传统中共革命的敌人 富农呢就是说富裕农民 但他的特点是不顾大量的人 他是自己劳动 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村勤劳自负的典型 反革命是什么呢 反革命我们大家以前就知道 是当时国民党走了以后留在大陆的军政这些人员 这些人员我们现在才知道 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抗战的英雄 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就是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 免除中国成为日本的亡国奴的是这些英雄 后来内战的时候失利了 因此当了几十年的反革命 所谓反革命就是这批人 实际上现在我们合过头来看 才知道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英雄 因为共产党没有抗日 抗日的就是这批人 这是反革命 又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 不是中华民族的敌人 他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但是呢是共产革命的敌人 那么坏分子呢 就是所有话不到前面三类的 就是坏分子 特别多的是宗教信仰的人 他们不肯放弃宗教信仰 那么又不肯加入共产党的那种三自爱国会 这些人呢就被当做坏分子打击的非常多 所以这是这地富反坏 加上右派呢是57年以后就比较晚一点了 那么打击右派呢实际上是 共产党除了在政权上巩固以后呢 他要在思想上控制全中国 要建立他的党文化 那这时候呢就必须消灭 在肉体上消灭一部分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受传统中华文化教育的 有的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教育出来的 因此他要把这些人消灭掉 消灭一部分 然后呢让其他的人全都不敢作声 所以地富反坏右 这是老黑五类 它是代表了中共革命的打击对象 那我们看那个新黑五类的话 那刚才已经说到代表这个维权律师 地下宗教意见人士 网络领袖和弱势群体 这是这篇文章所说的新的黑五类 那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个新的黑五类之首 维权律师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这个指的是他地下宗教 他为什么称为地下宗教 那么地上宗教又是什么概念 究竟这个怎么解释 所谓地下宗教呢 是相对于公开在外面的宗教 什么是公开在外面宗教呢 就是中共它规定在中国 它的宪法规定是有这个信仰 宗教信仰自由的 那么它就规定了有五大宗教 是可以就是属于可以信仰的 哪五大宗教呢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但是呢 他又建立了七个宗教团体 这七个宗教团体呢 是归他掌控的 你说佛教协会 以前赵补初不是佛教协会会长吗 但他是共产党员 就是很多这种他掌控的 这些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 那么你必须到这七个宗教团体里面去 他才认为你可以有宗教信仰自由 如果你不到这里面去 你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不被保护 而且往往要打压 那么因为他说你不是宗教信仰 他用这个借口来把这些人打压下去 所以呢 凡是不到这七个宗教团体里面去的 但是呢 他也信仰一些这五大宗教的 这些人呢 就被中共称为地下宗教 这个地下宗教 中共以前是不承认的 这次显然是第一次公开承认 中国存在地下宗教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 这些呢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呢大的范围 因为他也归宗教局管 所以呢 在大的范围 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呢 也可以划到这一类去 就是不被中共承认的 但是呢却确实存在 又是属于信仰这一类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划到民间信仰里面 这些都被中共认为是地下的 嗯 那好 那我们看看 那么他第三类的时候 指的是异见人士 异见人士 这个指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刚才讲那个地下宗教信仰的问题 还没说完 那个地下宗教信仰呢 实际上从信仰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跟人敬畏什么 人敬神 这就叫宗教信仰 那么宗教信仰呢 它就不应该有条件 而中共呢 它那七个宗教团体是有条件的 就是你要进去 你首先要效忠中共 那么很多人是不愿意把中共 放在他所信的神的前面 所以才去到地下教会啊 这些地方去 所以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 就中共那个宗教信仰是假的 这些被称为地下的 才是真正的信仰 它拒绝世俗的无神论政府 无神论的党来管它 好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新黑五类究竟如何改变中国 欢迎您报答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和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新黑五类如何改变中国 欢迎您报答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和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新泽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和嘉宾 你好 我最近比较忙上网 所以对于这个新五类这些东西 新黑五类了解不多 不过我每一次都是以这个热点互动 或者其他的这个新唐人的节目 以这个他来教育自己 就可以看这个节目 我会了解了很多东西 就像刚刚和那个先生讲的 也是我了解了一部分 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大陆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它给予人民 给予那个律师 什么权力都有 就是好像和西方的社会 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呢 它是给你集社 结社自由 阻挡的自由 但是它根本就是 不允许的 这个就好像宗教也是 也是这样子 同一同样的 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等于是假的 还有就是说 好吧 好 谢谢彭先生 同志也感谢您的 长期以来对新唐人 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的关注 我们再接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巴黎的金先生 金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今天我在这边看了电视 我也很高兴 我讲的是 中国发展是 中国发展是 中共 中共 不夸 它是 绝对 发展不起来的 所以说是 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 纯粹是 所讲话的 以前 我也呢 在那 六四 我最后 我到那天安门 我看到 我今年眼睛 我看到 这个共产党是 就是 故意杀人的 他们是 不是讲了 真理的斗争 他们国家是 什么 中国国家是 真理的斗争 他们哪一个是真理 他们是冲 而是 没有 建议的 所以说我今天 我是看这个电视 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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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电话 给大陆 大陆现在 我的电话 谁也不能 接了 大陆 都 不要 听了 我的电话 我大陆 打不了 所以说我们海外 海外 海外 我们中国人 是 团结在一起 绝对而争动 民主运动 和真理而斗争 好的 好的 谢谢金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非常感谢 我们再接一下 大陆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喂 您好 您好 您听见吗 能听见 您请讲 你们今天谈的 就是黑五类 这个东西吧 他们已经开始 行动了 已经对沈阳 那些老百姓 已经动手 他们真的不是人 我跟你讲 一个老 我到沈阳 去出差 一个 沈阳的一个老奶 来跟我说 他是沿街 卖豆腐 应该 一个大陆 可能有2000元 的豆腐 前提是 没带口 他人家2000元 我靠 你真的吗 那个公司 你真的吗 是个邪党 我真的是 他在叫他 你 是外边 你尽量 快 该到哪里去 就到哪里去吧 因为在 完全 辅舍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成了 死成了 他说 他跟我形容器 我跟 你们转述一下 他现在 形容器的 他们不是黑帮 已经胜过 黑帮了 他还觉得完全是一个 黑社会的一种手段 整都以为幌子吧 大事的非法联财 谁抓人 发怀 真的痛 不知道是个事 我心情有点激动 真的 我从来没遇到那种 是 就这样吧 好的 谢谢陈先生提供我们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再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邵先生 邵先生你好 好 我们再接下一位 新泽系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律师行业 刚刚不是讲那个黑五类 我是不太清楚 现在的新黑五类 但是 应该有人替他辩护 应该呢 这个这个这个 他其中一个就是 律师 律师和 他是站在这个被告 或者是 呃 原告的这个这个代言人 他是 利用法律 就是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予的法律 来替他们辩护 他并不是 一定是好 或者一定是怪 但是他是尽全力来辩护 双方辩论 叫西方社会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是 一个法律体制下 他应该允许的 这个中共的法律也允许的 但是他很奇怪 出尔反尔 就会把这些人当作一个 一个敌对的对象 是完全不对的 就算好像美国 你看到很多 去那个 替别人辩护的律师 他是没有罪的 他只不过是利用法律的条文 来来这么说 所以中共是非常 好的 谢谢彭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我们再接 接一位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简单一点讲 中共的共产主义 它是反人类的 人类就是它的敌人 五类六类 这不重要 中共是个死亡 疾病的文化 它是个毒文化 要怪就怪它的病文化 它贪污 暴力 这个腐败 无处不有的 那我们要 就这个重病 就要用重药 有尸体的地方 就会有秃因 这个出现 是理所当然的 谢谢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新泽西的邵县长 邵院您好 邵院长请您暂时 关闭电视机 您请通过电话 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可能还有40秒的时间 我简单说两句 我就希望 我就希望 我们的新唐人 不断的用酒瓶 不断的对大陆 轮入三的播放 这才是加快 共产党灭亡的 最好的武器 我别都不说了 好的 谢谢邵先生 我们请恒河先生 其中的评价一下 同时我们还 再讲一讲 刚才我们谈到了 两个黑五类的话 其中还涉及到 其中的三类 比如说意见人士 网络领袖 和弱势群体 这些人都代表了什么 为什么把他们 作为黑五类 我这样子一并回答一下 就刚才 大陆一位陈先生 就谈到沈阳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典型 就第五类人 弱势群体 那么弱势群体 在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是通过国家 法律 或者慈善机构 整个社会的力量 调动起来 来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天生弱势 而在中国不一样 弱势不是天生弱势 而是天生 他是一个普通社会的人 而是由中共的某些权贵集团 在掠夺的过程当中 正好他们倒霉 变成了被掠夺的对象 因此 他们是被中共 制造出来的弱势 因此一旦制造出来以后 他们就觉得很冤枉 所以就要去上诉 像这个农民 被剥夺了土地 那么拆迁户 被拆迁了房子 对不对 像沈阳发生的情况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沈阳要开一个什么运动会 明年开什么运动会 说是这个基本建设还缺十几亿 缺十几亿怎么办呢 就出动所有的警察 就所有店铺去罚款 就是多的罚几十万 少的也得罚两千 一个卖什么牙签的都得罚两千 这就刚才大陆陈先生讲的故事 所以所有店铺都关门了 昨天沈阳市全部集中起来 公安街道全部去逼着店开门 因为店一关门 他就罚不到款了 所以是准备用罚款的方式 来完成他的形象工程 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不是说偶然的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只是说沈阳这次做得特别恶劣 所以当他们一旦被剥夺以后 他当然就会对这个政府不满意 因此政府就把他 一旦把他变成了弱势群体以后 就会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的敌人 这是中国的弱势群体 他跟全世界所谓的弱势群体都不一样 那网友也说的话 就是他分的这几类的话 恰恰证明了 这是说哪些人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 比如说异见人士 他们为谁发声 网络领袖 他们究竟在为谁说话 那么维权律师究竟在为谁维权 那么另外两个的话 本身就是属于这位 就是说弱势群体 还有这个地下的宗教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 返回到我们这个题目中 中共称这些五类的 要新的黑五类的进行严厉的打击 称这些阻碍了中国的决体 您是否这样认识 那么觉得 这个所谓的这个西黑五类 究竟如何改变生活 我们大概还有两个时间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张凯讲的 中国大陆律师 张凯讲的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看了一下 这五类人正好代表了 这个人类基本价值的 一个几个组成部分 律师代表着司法正义 那那个地下教会呢 代表的是信仰自由 那意见人士呢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叫 universe value 就是那个土石价值 自由民主 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弱势 还有那个网络领袖呢 代表的是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最后呢 弱势群体呢 实际上是表示一个社会正义 社会有没有公义的问题 因此 这实际上是代表了 中国真正的方向 中国崛起 问题是 你要崛起什么 是中共的这个政权的崛起 还是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如果说从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更多的权力 才能代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崛起的话 那么这五种人 应该是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他们是改变中国的真正力量 那么怎么改变呢 这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 他们最最终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 就是这些人所代表的中国的正义力量 而不是说中共或者说你指责美国在怎么样 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 好的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是 中共的所谓的这个划分的新黑五类 究竟如何改变中国 那么德媒就这样评价说 那么这个所谓的新黑五类的正在改变的中国 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公平正义与财富 而不仅仅是维护新黑五类统治利益 和所谓的国家崛起 那么网友也说的话 新黑五类的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和未来 您是否同意呢 好 非常感谢今天现场 这个嘉宾的点评分析 那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bulbendan 这期节目再会 明 JUD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